陈喜在发小群里发了条信息 今晚老地方集合 有事宣布 与他关系最好的赵思雨打去他 哟 这么正式 海王是要收心 这种玩笑不是第一次开 在此之前 陈喜会笑着让他滚蛋 只是这次 他只回了句 嗯 轻飘飘的一个字 却如同一块巨石落入水中 激起千层浪 本来很安静的群里 顿时炸开了锅 卧槽 我没看错吧 渣男上岸 我们微微终于守得 云开渐月明了 我来推理一下 陈少爷最近没有恋爱 也没暧昧对象 女主角肯定是微微无疑了 我就说 这小子对微微不一般 微微没被接回来之前 他可从不带女生玩的 我喜欢陈喜并不是什么秘密 就如同他对我的例外与偏爱 明目张胆 尽人皆知 陈喜没有再说话 仿佛默认了众人对我们的调侃 也是 这么多年 他虽然换女朋友的速度很快 但底线却永远只有我一个 换作是谁 也都会以为 我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吧 陈喜约的局 他却是最后一个到的 身后还跟着一个怯生生的小姑娘 小姑娘白嫩的手紧紧攥着她的衣角 一双大眼在包厢内扫视了一圈 城彻中带着灵动的好奇 像一只雾闯入人类领地的无辜小路 也像急了十二年前 刚被带回林家的我 本来还在嬉笑打闹的几人像是被琪琪按了关机键 呆愣愣地看着陈喜将人从背后拉出来揽进怀中 介绍一下 我女朋友夏泱泱 说话时 她的视线始终在夏泱泱身上 眉眼间是画不开的温柔 可能是感受到了气氛的尴尬 夏泱泱往陈喜的怀里缩了缩 看上去有些紧张 赵思雨最先反应过来 夸张地笑了两声 你小子瞒得挺好啊 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说话间 她频频望向我 虽然遮掩得很好 但相识这么多年 我还是一眼就看出了她的担忧 这几年 陈喜游走于花丛中 女朋友隔三差五的幻 但从来没有正式地介绍过给我们认识 她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 彼此间心知肚明 陈喜宠溺地揉了揉下泱泱的头发 笑道 在一起两个月多了 泱泱比较腼腆 你们别吓着她 十二年前 也是这群人 也是这句话 林薇比较腼腆 你们别吓着她 那时的我 刚从南方的小乡村 被接回到皇城根下高门大院的林家 因为普通话不标准 被众人排挤取笑 是陈喜 拉着我的手 带我融入了他们的圈子 那年我十四岁 那个灿笑着帮我驱散所有迷茫和恐慌的少年变成了我的光 可能感情上 他们跟陈喜更为亲近 但这么多年来 不管喜欢与否 我都是他们中唯一一个女生 而且还是被认定和陈喜会开花结果的那一个 怕我难受 众人的反应也都淡淡的 场面一时间陷入沉寂 夏泱泱咬着唇 眼眶微红 她不知所措地晃了晃陈喜的胳膊 带着哭腔小声问道 喜哥哥 泱泱是不是不被欢迎 我听到她的称呼 微微明媚 产生了几分生理上的不适 十几岁的陈喜和我打闹 常用的招数就是躲在后面偷袭我 要么抢了我手里的东西 要么撸了我扎头发的皮绳 然后高高举起 逼着我叫哥哥 直到我憋红了脸 心不甘情不愿地喊出那声哥哥 她才肯将东西还给我 那时的她还未曾退去稚嫩 还会反感别的女生的焦点 陈喜刚要安慰她 角落里啪的一声摔出一个玻璃杯 竟然是一向与我不对付的陆思昂 陆思昂一张俊连板着 声音也带着韵怒 陈喜 你他妈这么多年 到底把林薇当成什么了 陈喜的脸色也沉了下去 她目光搜寻了一圈 最终锁定在了我身上 然后 薄唇清起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自始至终 只把林薇当妹妹 好一句 只把我当妹妹 不知道她是不是忘记了 去年我们聚在一起团年 赵思雨买了鞭炮 喊她一起去放 她懒散地坐在我旁边 笑道 不去 我要陪我们家薇薇 旁边有人起哄 薇薇啥时候成你们家的了 她一个砂糖菊扔过去 笑得更欢了 一直是 薇薇可是我的同养席 不过半年的光景 她就能直视着我的眼睛 很坦然地说出 我是妹妹这种话了 我将手放在心脏的位置 轻轻地按压了一下 会疼 会难受 但远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相反 还有一种终于等到结果的释然 就好像 十四岁时 我把觉得写得特别好的一篇小说 寄给了我最喜欢的杂志社 可是却迟迟没有收到回复 直到十二年后的某一天 杂志社来了回信 跟我说 我的小说没被录用 我也只会很平静地想 哦 那我知道了 原来在漫长的等待中 当初的热血与憧憬 早就已经被磨平 对陈喜的感情 也亦是如此 不是不爱了 只是不会期待了 所以 结果如何 也并没有太多的 左右我的情绪 路斯昂还想再帮我说话 被我制止了 他咬着牙白了我一眼 骂了句 没用便摔门走了 这种场合 我继续留下来 好像也不是很合适 于是背上包 也跟在他身后 准备离开 手刚放到门把手上 陈喜喊我 唯唯 回来 我回头冲他笑了笑 哥 你们先玩 我去看看路斯昂 这是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这么痛快地喊他哥 不过很显然 他好像并没有因此感到高兴 陈喜神情一正 随即阴沉着脸又重复了一遍 回来 这一次 我没有听他的 推开门走出去时 我又听到了一阵 噼里啪啦的酒杯碎裂声 门在身后关闭 隔绝了室内的嘈杂 去找路斯昂 只是我抽身离开的说辞 虽然他帮了我 但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 他上学时 对我的所作所为 体育课用球砸我 每功课用剪刀偷偷地剪了我的辫子 还有藏我的课本 往我课桌里放毛毛虫 感激是一回事 我会给予适当的礼物 当作谢礼 但是尚赶着去改善关系 我属实做不到 本想着回家 结果刚走到大门口 一眼就看到了 靠在墙上抽烟的路斯昂 看到我回来 他将烟掐灭 扔进了垃圾桶 我坐阿瑜车来的 你现在回吗 不介意让我搭个顺风车吧 我叹了口气 终究是没说出来拒绝的话 在一起玩了十二年 这是我为数不多和路斯昂独处 还没有吵架的 将他送到家门口 他坐着没动 过了好一会 才缓缓开口道 那个吓泱泱和曾经的你很像 可是 那又怎样呢 就算再像 他成为不了我 我也成为不了他 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索性打开车门 将人赶了下去 不理会他气急败坏地叫骂 我轻踩油门 拐进了旁边的别墅 我们家就在路斯昂家隔壁 在旁边 是陈喜家 能够住在这里的 非富即贵 刚将车停好 路斯昂的电话打了过来 让我看微信 我点开看了下 发小群里红包满天飞 陈喜将下泱泱拉了进去 几人正在给他发见面礼 我也跟着包了个红包 刚发送成功 下一秒 我被陈喜踢出了群 紧跟着 他的私信也发了过来 不好意思委委 你的存在 会让泱泱不舒服 我们先不要再联系了 我紧抿着唇 手指指不住地颤抖 想了想 还是给他回了个好 可是信息发送 却收到了一个 醒目的红色感叹号 陈喜将我删了 从青葱岁月 到灼灼韶华 十二年的相知相伴 到底还是败给了他 两个多月的爱情 我盯着那个感叹号 愣了半天的神 眼眶很酸 却流不出眼泪 以前的陈喜 会轻拍我的头 笑着跟我说 唯唯 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爸妈 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我喜欢陈喜 但从未吃馋 更不曾越界 甚至连暧昧的言语和动作 我都没有对他说过做过 每次得知他有女朋友后 我都很主动地和他保持了距离 我生怕我的喜欢会成为他的负担 但是往往我稍一疏远他 就会引起他的不满 陈喜第一次恋爱 是和我大学室友 一个清清楚楚地知道 我对他所有感情的女生 后来两个人手牵手出现在我面前 女生笑得明媚 他仿佛忘了 我和他分享过的少女心事 一脸真诚地和我道谢 唯唯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也追不到陈喜 那天的风很大 我直挺挺地地 站在图书馆外的林荫小道上 感觉自己像是个傻逼 那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他从一开始接近我 与我交好 就是奔着陈喜来的 我疏远了他 也疏远了陈喜 结果两人的爱情 不过维持了三天 女生趴在宿舍哭 哭够了就肿着眼智问我 陈喜把我甩了 这下你满意了吧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我什么都不曾做过 为什么要问我 但出于礼貌 我还是回答了他 嗯 满意了 当晚 陈喜应拉着我 出去吃了一顿大餐 他嬉皮笑脸地逗我 小祖宗 你都三天没怎么搭理我了 别气了行不行 我很认真的解释 我没生气 只是你谈恋爱了 我们应该适当地保持距离 这样对谁都好 可是 我是看你跟他关系好 才答应和他试试的 唯唯喜欢的 我就喜欢 唯唯不喜欢的 我也不喜欢 一番话说得理直气壮 后来 他在恋爱 会避开和我有交集的 所有女生 甚至不会公开 递带到我们面前 但经常上流圈子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他带女朋友出入的场合 遇到熟人 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 哪怕他不说 他的恋情 也会通过别人 传到我的耳朵里 逢年过节的聚餐 有人打去他 阿喜交了那么多女朋友 什么时候能带来个 让哥几个认识认识啊 他将包好的瞎人 放进我面前的小碗里 回答得漫不经心 还不到那种程度 也有几人加过我 有哀求有谩骂 目的都是 让我离晨喜远一点 次数多了 我也变懂了 哪怕我什么都没做过 只要存在 就是原罪 所以 晨喜顾及下泱泱要和我断交 我尊重他的决定 可是 为什么要踢我呢 群里不止他一个 还有同样陪伴了我 12年的至交好友啊 电话一声接一声地响 我挂断给他们挨个回信息 说我没事 让他们别担心 情绪在崩溃的边缘时 最受不住善意的关心 我怕我会忍不住哭 一个多小时后 赵思雨带着一脸的青子 出现在我们家 他随意地摊坐在沙发上 接过我递给他的冰袋 按在肿起来的位置 怎么搞的 我问道 他叹了口气 阿喜引起重怒 被揍了 我上去拉架 也挨了几下 我 那他们人呢 他将冰袋换了个位置 可能按压的力度有些大 疼得他呲牙咧嘴的 缓了一会 才说到 送阿喜去医院了 我抿着唇眉再接话 几分钟后 赵思雨小心翼翼地问我 唯唯 阿喜就是一时糊涂 我们都看得出来 那个夏泱泱有多像 等他转过这个弯来 你能再给他次机会吗 他没说完的那句话 应该也是夏泱泱 有多像曾经的我 我轻轻蹴了夏眉 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思雨 我想回去看看外婆 我妈怀我时 我爸生意遭遇变故 差点导致破产 后来找了个风水大师相看 问题就出在我妈的肚子上 风水大师说我命中代煞 会影响我爸的财运 可是那时候 我妈怀胎九个多月 已经接近预产期 就算不想生 也没有办法了 于是 我一出生就被送到了南方的外婆家 外婆给我取名叫林维 她说我是她唯一的宝贝 可是 在我十四岁那年 外婆走了 我便也不再是谁的宝贝了 我曾经觉得 还好有晨曦 就算不是宝贝 我也是她永远的第一选择 这样 好像也还不错 可是现实 却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 赶上梅雨季节 阴晕的江南 笼罩在蒙蒙的雨幕中 我撑着花伞 踩在熟悉的青石板路上 路的尽头 一栋老旧的三层小楼 是我生活了十四年的家 妈妈常说 外婆是个老顽固 明明女儿嫁入了豪门 她却还是固执地待在乡下 守着她那一栋破房子 可就是这么个老顽固 却给了我最幸福的童年 雨下得不大 有走街串巷的商贩 慢吞吞地骑着三轮车 大喇叭里循环喊着 杨梅 新鲜的杨梅 旁边的小杨楼里 一个女人撑着伞走出来 叫住了小商贩 看到路旁的我 惊讶地问道 唯唯 你怎么回来了 这还不到祭祀的日子呢 我红卓颜努力扯出一个笑 想家了 回来住几天 她看了眼我拎着的行李箱 眼里闪过一丝疼惜 你这孩子 宰一个人跑回来了 你外婆那个老房子 都多久没住人了 这两天又下雨 肯定吵得很 要不你先住我们家吧 你星驰哥常年不在家 你来刚好能陪陪我 说把她直接伸手 抢过我的行李箱 牵着我的手 乐呵呵地往身后的小洋楼走去 我被安排在她儿子许星驰的房间 看着忙进忙出的李阿姨 我深刻地理解到了 什么叫盛情难缺 拒绝的话说了几遍 可她最后只带着委屈地问我 是不是嫌他们家太寒酸 我便妥协了 许星驰的房间很干净 也很简单 最显眼的是一个巨大的书柜 里面分层放着各类书籍 模型还有奖杯 奖状 倒是很符合她从小到大学霸的人设 许星驰比我大两岁 我和她算不上熟悉 但也并不陌生 撇开一起长大的情义不说 我们还是大学校友 国内顶尖名校 她保送 我却是占了本地户口的便宜 晚上 陆思昂给我打了个电话 隔着话筒 她的声音听起来闷闷的 思雨说 你回南方了 我点了点头 想到她看不到 才出声恩了一句 过了好一会 才听到她嘟嘟囔囔地道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我陪你 陆思昂对我的心思 在度过懵懵懂懂的青春期后 我多少能猜到一些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 不用的 你好好工作 你一个在外面注意安全 我把手头上的事处理一下 过两天去接你 不等我说话 她那边挂断了电话 雨下了一夜 第二天竟然放晴了 我本来想去外婆的坟前看看 打开大门 迎面撞上了风尘仆仆的许星池 阵阵微风袭来 夹杂着泥土的清香 吹动她衬衣的下摆 几年的时间 她已从枝栏玉树的少年 长成了风神俊朗的模样 许星池微微一正 眼底情绪翻涌 却是我看不懂的 好久不见 她开口道 声音如记忆中一般 低沉好听 我冲她笑了笑 好久不见 房间的主人已经回来了 我自然没有再继续住下去的理由 我和李阿姨道别 她皱着眉思索了片刻 你一个小姑娘家家的 自己助我也不放心 要不这样吧 让星池一起搬过去 我刚要拒绝 许星池率先接话 好 等一下我先陪你回去打扫打扫卫生 在李阿姨热切的注视下 我只能点头答应 虽然久未住人 但我每年都会花钱雇人对房屋进行检查休憩 除了灰尘多了点 倒也没有很糟糕 收拾完卫生 我坐在屋外的台阶上 开始发呆 雨水洗涤过的天空 澄澈而又干净 大朵大朵的白云 飘在湛蓝的幕布上 这种景象 在雾霾严重的惊事 鲜少会看到 许星池递了一瓶水给我 我抬头冲她微笑 怎么突然回来了 她也勾起唇角 被我妈骗回来的 你呢 她反问道 毫无疑问 许星池是好看的 暖蓉蓉的阳光 洒在她的身上 像是为她夺上了一层淡淡的金粉 薄薄的镜片后 一双漂亮的桃花眼 微微眯起 斯文中透着几分野性 我一开视线 想了一下 选了个最为合适的措辞 疗伤 乡下的生活节奏很慢 我也慢慢适应了 和许星池客气有礼的独处生活 她是一个极妥贴的室友 怕我无聊 她搬来了若干的课外书 让我打发时间 更甚至 她不知道从哪里弄回来了一只小狗 长得像极了之前外婆之前养的那一只 我蹲在地上抱着小狗 隐忍了那么久的泪水 终于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许星池默默地站在一旁 直到我哭够了 才弯下腰 揉了揉我的发顶 她说 微微受委屈了吗 很熟悉的一句话 勾起了我很多被淹没在时间长河里的记忆 小的时候 我经常被村里年龄相仿的孩子 取笑是没有爹妈的野孩子 更难听的 甚至叫我也种 每次我偷偷躲起来哭 许星池都能找到我 她会温柔地问我 微微受委屈了吗 渐渐地 欺负我的人越来越少 直到我亲眼看到 许星池将拿石头扔我的小男生 堵在巷尾的死胡同里一顿毒打 我才知道了原因 好像没有离开这里之前 我一直很黏许星池的 怎地后来就疏远了呢 几天后 赵思雨给我发了个短视频 视频中 陈喜抱着酒瓶 摊坐在地上 口口声声地换着 微微 微微 旁边的夏泱泱紧咬着夏唇 眼底水汽翻滚 短视频下面 还有两条信息 微微 你什么时候回来 阿喜喝多了 一直闹着 一直闹着要找你 现在正在云海耍酒疯 我们都拿它没办法了 云海就是上次陈喜提到的老地方 京市顶尖的会所 陈家的产业之一 陈喜很少喝酒 但难免会有应酬 每次喝多了 都得我去接踏它 才肯乖乖地跟着走 正是这一件件 一桩桩不起眼的小事情 让我对它的喜欢 持续了十二年 看得到希望 才能坚持这么久不是吗 我回复 以后它的事 就不要跟我讲了 信息刚发送过去 赵思雨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想了想 还是接了起来 毕竟错不在它 我没有理由去迁怒于它 喂 喂 喂 其实这两天 阿喜过得并不好 话还未说完 传来一阵嘈杂的叫嚷声 阿喜 你别乱动 别抢我手机 下一秒 耳畔的话筒中 传出了陈喜的声音 喂 喂 喂 是喂 喂吗 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我前两天住院 你都没来看我 我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越说它的声音越小 朦胧中仿佛带上了几分哽咽 喂 喂 我想你了 我想也不想地挂断了电话 当晚 夏泱泱请求添加我为好友 说她有东西想给我看 我对她想给我看的东西 丝毫不感兴趣 但耐不住 她一直切而不舍地加 加到第二十多遍时 我同意了 她发了张图片过来 酒店的大床上 她一头黑发披散 像是个妖野的妖精 旁边躺着晨喜 唯唯姐姐 我和喜哥哥 我知道你也喜欢她 但是喜哥哥对你 只是亲情和习惯 她亲口跟我说过 她爱的只有我 今天晚上 她是因为我和别的男生说话 吃了醋才喝酒找你的 希望你不要误会 我看着她洋洋洒洒一大串文字 只觉得无趣 十二年的感情 要放下好像也并不是多大的难事 我很平静地回她 哦 祝你们幸福 又绵延地下了几天的雨 许兴迟喜欢煮一壶茶 坐在窗户旁边的桌子前 写写画画 我则是抱着一本书 卧躺在沙发上 她送我的小狗 蜷缩在我脚边 安安静静地 我给她取了个名字 叫布丁 自从上次在她面前哭过之后 我和许兴迟的关系 增进了很多 窗外 是稀稀拉拉的雨声 室内 是她刚笔划在纸张上的沙沙声 偶尔还有我翻动书本的声音 莫名地让我联想到了一组词 现实安稳 岁月静好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打破了一世宁静 门外 许兴迟她爸满脸急色 小池 你妈刚晕倒了 你快回去看看 许兴迟手一顿 略微迟疑了一下 站起身往外跑去 我也忙她拉上鞋跟上 李阿姨一直对我们祖孙很照顾 外婆在世时 她没少帮我们的忙 这段时间 更是隔三差五的 就给送些自己做的吃食来 李阿姨躺在床上 神色看上去 没有太大的异常 许兴迟皱眉问道 妈 你怎么样了 要不要去医院 她看了眼 跟在身后的我 长长地叹了口气 本来不打算告诉你的 说完她摸索着从枕头底下 掏出一张纸 递给许兴迟 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在有生之年 看到你结婚 那张纸上 赫然写着癌症晚期 许兴迟的眉头越皱越深 她沉默了很久很久 才到可能是误诊 过两天再去检查检查吧 话虽这么说 许兴迟却一天比一天沉默 小的时候 是她找偷偷躲起来哭的我 现在换我找悄悄藏起来抽烟的她 和她相处了这么久 在此之前 我从来没有见她抽过烟 见到我 她把烟熄灭 用手扇了扇面前的空气 我在她旁边坐下 陪着她一起发呆 六月已经接近尾声 天气开始闷热 我这次回来 是因为我妈说她生病了 她仰头看着天 缓缓道 等我到家后 她用一句玩笑打发了我 我本来也以为 她是骗我的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只能沉默 她愁愁一番 小心翼翼地开口 唯唯 我不想太遗憾 所以 你能帮我吗 我忙点头 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 你尽管说 许星驰转过头 直视着我的眼睛 眼底是破釜沉舟的坚定 她说 和我结婚 我可以跟你签订婚前协议 最近我研究的项目 已经在申请专利了 到时候 应该会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等到我们离婚 你要是想要 可以全部都给你 当然 你的还是你的 你可以在协议里 加上你的要求和条件 结婚 并不是一件小事 我不想答应 可是 李阿姨 对我又那么好 能让我考虑考虑吗 她扯出一个苦笑 带着愧疚道 很抱歉 维维 为难你了 晚上 我躺在床上纠结 要不要答应时 赵思雨的电话 又打了过来 维维 你快点回来吧 斯昂和阿喜干起来了 我颇为无奈 又打架了 赵思雨声音沉了几分 要是有那么简单就好了 斯昂已经连续撬了阿喜三个客户 给出的利润点低得离谱 完全就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现在两家都焦头烂额的 维维你知道吗 你回来之前 他们两个是关系最好的 后来你回来了 他们为了你 才渐渐地开始有了隔阂 可能你没发现 斯昂 他喜欢你 原来 陆斯昂对我的喜欢 在旁观者眼里 看得清清楚楚 可对他的感情 我没有办法给出回应 且不说他年少时 对我的所作所为 他太了解我和陈喜了 这么多年 我和陈喜的纠缠他 一直看在眼里 如若我和他 有点什么超乎有益的感情 这将会成为他心头的一根刺 一个是身患绝症的长辈 一个是为我发疯的发小 好像也没有很难决定 我第一次主动联系了陆斯昂 能听得出来 他接起电话的那一瞬间 有多开心 他说 本来前两天就应该去接你的 可手头上有点是绊住了 我打断他 我都听说了 斯昂 不要再继续了 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 你和陈喜这么多年的感情 不应该因为我闹得这么僵 还有 我给你打电话 是想告诉你 我要结婚了 他顿了一下 在开口声音有些干雅 和谁 我回答道 一个在这边一起长大的哥哥 也是我大学学长 很优秀 对我也很好 想起和许星驰独处的这些天 以后结了婚 也能相敬如宾地过下去 应该也不错吧 第二天起床 许星驰已经做好了早饭 等一下我陪你一起回去看阿姨吧 我说道 他往我碗里加了个鸡蛋饼 温生应好 我继续道 顺便跟他们商量一下结婚的事 啪的一声 许星驰准备加到自己碗里的那个鸡蛋饼 掉到了桌子上 十四岁之前 父母对我而言是指在逢年过节出现的陌生人 十四岁之后是只会问我钱够不够花的家人 他们爱我吗 应该是爱的吧 只是十四年的感情空白让他们不知道如何与我亲近 每次在看到妈妈亲密的和小我五岁的弟弟互动时 我都会这么安慰自己 得知我要结婚的消息 电话那端的我妈只是问了一下南方的条件便同意了 我和陈喜是上流圈子公认的一对 但是他如今为了他的小女朋友闹得轰轰烈烈 甚至不惜顶撞父母 一时间 我成了笑柄 现在有一个条件还不错的青年才俊接盘 我想他们应该巴布的我早点嫁出去吧 婚礼定在了一个多月后 我本意是想一切从简 可是许星驰不同意 他说虽然给不了我奢华的婚礼 但别的新娘有的 我也要有 哪怕我们的婚姻是一场协议 从许星驰家回来 一辆蓝色帕加尼风神停在小楼门口 陆思昂从车上下来 轮廓分明的俊脸满是疲惫 甚至连下颌都长出了短短的胡茶 他看向我身侧的许星驰 对我道 你要嫁的人 就是他吗 我点了点头 陆思昂的脸色又沉了几分 唯唯 我们聊聊 许星驰将空间留给了我们 陆思昂望着他离开的背影 声音落寞 为什么是他 我歪着头思考了片刻 回答道 可能是他刚好在对的时间出现吧 为什么是他 因为许星驰需要这场婚姻 让他妈妈不留遗憾 我也需要这场婚姻一味成全 二位断绝陆思昂的面想 陆思昂突然变得很激动 他转过身攥着我的肩膀 褐色的眸子弥漫着痛苦 我不信你会在这么短的时间 移情别恋 如果是因为阿喜伤害了你 你也可以选择我的 你明知道我喜欢你 我很平静地与他对视 思昂 我们不合适 从一开始 我们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不合适 那他呢 他就合适了吗 我微微一正 脑海里浮现出这些天 和许星驰相处的画面 和他在一起 很平淡 却也很安稳 许星驰话不多 但每天早上我睡醒时 桌上都会已经摆放好他为我做的早餐 他带着与他气质极为不服的围裙 笑着招呼我 洗手吃饭 小小的布丁摇着尾巴 围在他身边 一圈又一圈地转 一人一狗 构成了细水长流的人间烟火 我很确定地回复他 嗯 他很合适 陆思昂离开后 我开始忙碌起来 婚期紧迫 需要准备的东西很多 赵思雨还是会隔三差五地给我发信息 无一例外 全都和陈喜有关 他说陈喜最久被夏泱泱给算计了 夏泱泱逼着让他负责 事情闹得很大 甚至上了新闻 不得不说 看似纯粮无辜的夏泱泱 还是有点手段的 他又惯会装可怜 舆论一边倒得偏向了他 陈喜基本天天买醉 喝醉了就大喊大叫着要找我 我没有回复 这些都已经与我无关了 其实这段时间 陈喜加过我很多次 我没有同意 他还换着号码给我打电话 也全都让我拉黑了 我们之间 从他为夏泱泱踢了我之后 就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再见陈喜 是在一个多月后 赵思雨给我发信息 说他现在在这边的县城 约我在最繁华的那条商业街见面 临出门 我拿了一摞情帖 塞进了包里 想让他帮我带回去分一下 今天的步行街 两侧的花坛 盛满了大红色的玫瑰 上面还绑着彩带和气球 有两个小姑娘路过 叽叽喳喳地讨论 哇 这是哪个富家少爷准备求婚吗 也太浪漫了吧 听说前面还有一大片的玫瑰花海 都是空运来的 早上还有人看到小型飞机了 真有钱 我们快点去看看吧 人潮涌动 都是奔着赵思雨约我见面的方向 我皱了皱眉 隐约猜到了什么 前两天 赵思雨刚跟我说过 晨曦给了夏泱泱五百万的分手费 夏泱泱眼见嫁入豪门无望 见好就收 拿着钱走人了 我攥着背包袋子 跟随着人潮向前走去 摆满玫瑰花海的地方 果不其然 正是我们约见的咖啡馆旁边的大路口 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 不时有小姑娘惊呼 中间抱着花的那个男生 也太帅了吧 旁边那几个也好帅 我喜欢最右边那个 感觉他好像有点孤僻 好特别 赵思雨守在人墙外 见到我兴奋地跑过来 拉起我就往人群里急 让一让 让一让 我们的女主角到了 很快 人群自动让出了一条路 路的尽头 站着紧张而又期待的陈喜 怀里抱着一大树的朱丽叶 赵思雨松开我的手 笑着将我推到她的面前 唯唯 陈喜叫了我一声 帅气的脸上染上一抹红韵 她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右腿弯曲 缓缓跪了下去 身后 一众发小脸上 都带着皆大欢喜的笑意 只有陆思昂 抱着双臂 懒散地靠在墙角上 一副看戏的姿态 看到我后 她眼神闪了一下 目光移到了别处 晨喜倾咳了一声 将花递到我面前 唯唯 对不起 我知道我前段时间的 所作所为 很混蛋 你离开后 我才发现你对我而言 远比我想象中更重要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让我弥补我犯下的错 我微微勾起唇角 打开包 从里面抽出一张请柬地 给了她 下个星期我结婚 希望你能来 晨喜将住 手里昂贵的玫瑰落地 花瓣见落 她结结巴巴地道 唯唯你别 别开玩笑了 这并不好笑 我绕过她 将请帖一一 分发给同样愣住了的 其他人 记得来参加我的婚礼 晨喜猛地站起身 冲上前 将我刚分出去的请柬 全部抢了过来 用力地撕碎 扔到了地上 她红着眼眶 怒瞪着我 唯唯 我刚说了 这个玩笑并不好笑 我没想到 被激怒的晨喜 会那么偏激 她将我包里 所有的请柬撕碎 拽着我的胳膊 就要离开 刚走没两步 身后一个挥拳 打在了她的脸上 她擦了擦嘴角 松开我 扭头和刚刚出拳的 陆思昂 扭打到了一起 因为打架姿势 我们一行人 被请进了警察局 一个多小时后 许星驰匆匆 赶到警局接人 她拉着我 来回看了一圈 确定我没有受伤 才放下心来 以后别人打架 你站远点 要是不小心伤到 怎么办 她猝着眉认真到 突然想到小的时候 她找到躲起来 偷哭的我 为了哄我开心 拉着我去打野枣 她举着杆子 回头冲我笑 哥哥给你打枣子 你站远点 不要伤到你 身后 陈喜不确定地开口 许学长 新生晚会上 因为我叫了一声星驰歌 陈喜一直不喜欢许星驰 后来 两人又因为出色的外表 经常被拿来比较 往往许星驰都能胜上一筹 陈喜便更不喜欢她了 许星驰抿着唇 神态冷漠 嗯 看得出来 她好像也不喜欢陈喜 陈喜垂在身侧的手紧紧握起 她嘶哑着问道 要和薇薇结婚的人 是你 许星驰抬手推了下眼镜 依旧冷冰冰的应试 她没有再继续与她废话 低下头温柔地问我 是不是可以离开了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和其他人打了下招呼 便陪着我出了警局 陈喜还想冲过来 被其他人眼疾手快地拦下了 两天后 陈喜买下了隔壁的房子 招摇的限量版科尼塞格 停在破旧的小楼前 显得格格不入 她每天都会在门口蹲我 求我再给她一次机会 我被她整得烦了 板着脸斥责她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麻烦你不要再继续纠缠我了 她紧咬着唇 瞬间红了眼 过了几分钟 她缓缓蹲下身子 抱着头开始乌液 喂喂 我知道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可以吗 算我求你了 你明明不爱许星池 为什么还要嫁给她 求求你了 喂喂 求求你 不要这么狠 我看着她蹲在地上气不成声 内心没有一丝波澜 原来不爱了 也就没有所谓的心疼了 婚礼如期举行 我妈提前一天回来 送我出嫁 她看着我穿上婚纱 眼尾也不知不觉的红了 26年 她第一次抱了我 喂喂 对不起 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结婚以后好好过日子 妈妈不求你大富大贵 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 原来 她之所以那么痛快地答应我 并不是因为嫌我丢人 原来 她真的是爱我的 喉咙酸酸胀胀的 我轻轻地回报了她一下 哽咽着英好 门外 婚车排成了长长的一排 临上车时我看到了站在门外的陈喜 她穿了一件崭新的西装 冲着我微笑 我没有理她 低头钻进了车里 如果知道她会死在那晚的大火中 我 我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决定 陈喜死了 死于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 这边结婚会大摆流水席 宴请街放四邻 所以火烧起来时竟然没有人看到 等到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 得到消息的我站在原地 愣了许久许久 回过神来后 封了一般往浓烟滚滚的方向跑去 十多年的情意 就算不爱了 我也做不到对她的死无动于衷 可我跑得再快 终究也挽回不了她的生命 和许星驰的婚姻 平平淡淡的 毕竟是协议婚姻 只有夫妻之名 并无夫妻之实 就像婚前说的一般 她给予了我最大的尊重 陈喜去世的半年后 我回去照顾李阿姨 可能是心愿达成 她身体状态看起来还不错 许星驰的专利通过了 已经投入生产 她这段时间都在忙工作 晚上我又被安排到了她房间 睡觉时耳钉不小心脱落 滚到了床底 我伸手去捞 却捞出来一本日记本 出于好奇 我打开了 里面洋洋洒洒地记着 许星驰对我的暗恋 我一页一页地翻了下去 直到最后一页 她写着 我妈的癌症确诊报告是假的 我一直知道她在骗我 但还是决定陪她演这场戏 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我看着那一个个仓境有力的字 大脑一片混沌 我的婚姻竟然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 可笑的是 我开始还觉得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也未尝不可 我和许星驰提出了离婚 短短几个月 我经历了死别 又经历了生理 一切都结束后 我背上背包 踏上了旅程 世界这么大 我不想再继续拘泥于这一方小天地了 三年后 赵思雨结婚 我在人来人往的京市机场 遇到了出差回来的许星驰 她站在人潮中 冲我微笑 唯唯 好久不见 晨喜番外第一次见林维 是在十四岁那年的初冬 京市前两天刚落了雪 撂撂撬撬的 她从林叔叔的车上下来 一身黑衣略显单薄 听我妈说 林叔叔的丈母娘去世了 他们家那个养在南方 跟我一样大的女儿 要被接回来了 应该就是她吧 寒风吹过 她冷地打了个战礼 从我的角度望过去 刚好能看到她红肿的双眼 她也看到了我 在我冲她笑时 她迅速地低下头看着脚尖 怯生生地 跟我身边那些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完全不一样 怎么形容呢 像是一只迷了路的小鹿 第一次 我想主动接近女生 你好 我叫陈喜 她慢慢抬起头 小声道 你好 我叫林维 声音婉转 带着南方水箱特有的无浓软雨 又软又乖 好听极了 林维喜欢我 我很清楚 但我不清楚 我对她是什么感觉 我和她太熟了 都说距离产生美 我和林维 从初见后 便不曾分开过一天 我们上同一所初中 同一所高中 后来又考入同一所大学 漫长的岁月 让我模糊了对她的感情 大学时 她的朋友跟我表白了 从小到大 跟我表白的女生很多 但我都没搭理过 嗲声嗲气的 还没林维的声音好听 但她朋友的表白 我接受了 我想 林维喜欢的 我应该也能喜欢 但是林维从那之后 就不理我了 我很难受 难道她不是真的 喜欢那个女生 女生的感情真奇怪 后来 我经常换女朋友 但我会瞒着林维 我怕她再不理我 那些女生或活泼或妖娆 她们都和林维有着天壤之别 我的林维 一直温婉安静 至于为什么谈那么多 我就是想看看 有没有其他类型的 会有林维那般讨人喜欢 事实证明没有 直到我遇到夏泱泱 她勾起了我所有的保护欲 夏泱泱会瞪着一双清纯怯懦的大眼 乖乖巧巧地喊我喜哥哥 我可喜欢听林维喊我哥哥了 她叫哥哥时尾音微微上扬 似乎带着小钩子 聊人得很 只是她很少会叫 除非我把她逼急了 她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叫上那么一声 所以当初听到她叫许星驰歌时 我气了好几天 夏泱泱对我而言 就像26岁的陈喜遇到了14岁的林维 这个是我在失去林维之后才察觉的 对 没错 我失去林维了 她跟在路斯昂身后离开 第一次痛快地喊我哥 第一次在我喊她留下时 头也不回地离开 我气昏了头 砸了包厢里所有能砸的 甚至还把夏泱泱拉到了我们的群里 更甚至 踢了林维 然后我就失去她了 躺在医院的那两天 我经常盯着门口 生怕错过林维出现 可她却一直没出现 要知道在之前 我稍微刮蹭破点 皮她都会心疼半天 那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的骄傲不允许我先低头 我想她 很想很想 12年来 这是我们第一次分离 原来她不在身边会这么难受 想得受不了我 拉着他们陪我喝酒 我天真的觉得 喝醉了她就会来接我的 毕竟之前都是这样的 结果 她还是没有出现 对呀 思雨说过 她去了南方 又怎么可能突然出现 想她 想去找她 想去跟她说 林维 我喜欢你 一觉醒来 夏泱泱哭哭啼啼地坐在我的身边 她说 我毁了她的清白 必须负责 可我只是喝醉了 并不是傻了 有没有做什么 我很清楚 早在前两天 我就和她提了分手 只不过这件事 我没有和她们几个说 我没想到 她们会在我醉酒后 把夏泱泱喊去 更没有想到 夏泱泱会算计我 我本来不予理会 没想到 她会在网上博取同情 这边需要收拾她捅出来的篓子 那边露丝昂又开始自杀式撬我的客户 我只能将去找她的时间延后 等我把所有事情都摆平 跑去求她 再给我赐机会时 却被告知 她要结婚了 疼得仿佛要窒息 终究是一步 错不不错了吗 我花高价 买下了她隔壁的房子 每天赌她 求她再给我赐机会 可不管我怎么挽留 她却始终不肯回头 婚礼当天 我站在门口 看着她身着白纱上了别人的婚车 我的维维可真漂亮 她本来应该是我的新娘 婚车时远 我捂着胸口 蜷缩在地上 失去她真的好痛 痛得难以承受 她的婚礼 我没有参加 我怕控制不住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那样 她该怨我了 晚上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满脑子想着 她现在该洞房了吧 心像被蚂蚁一点点啃食 又疼又骂 鬼使神差的 我爬起来 吃了进一瓶的退黑素 意识模糊时 我感觉眼前一片红光 浑身被炙烤得难受 可是怎么挣扎都爬不起来 好像是我睡觉之前抽的烟 没有完全熄灭掉 也好 不是说活人永远争不过死人吗 这样 也好 唯唯 你会借我一辈子吗 唯唯 还没有告诉你 我爱你 许星驰番外 什么时候喜欢上林维的呢 好像是大学迎新晚会上 她在台上那一支优美的舞蹈 红裙摇曳 风情万种 记忆里 那个总跟在我的身后 沉默寡言的爱哭鬼 在我没有参与的那些年 已经长成了亭亭玉丽的大姑娘 待她表演结束 我绕到了后台 本来想和她续旧 但不等我上前 就看到有个很帅气的男生迎了过去 她笑着揉乱她的头发 声音里满是宠溺 我们家维为今天经验四座 肯定得迷倒一大片 她在她手掌下蹭了蹭 像只温顺的猫 一双大眼盛满星光 只一眼 我便知道 她喜欢那个男生 本想转身离开 却被她看到了 星池哥 她唤我 娇俏动听的声音里 带着几分不确定 在她叫住我之后 那个男生的脸色 肉眼可见地变得难看 她有些吃味地 捏着她腮上的软肉轻晃 林维尼 真是好样的 让你叫我声歌 难得跟登天一样 现在却当着我的面 喊别人 说出来的话似是调侃 看向我的毛子 却带着敌意 她的喜欢是双向的 得出这个结论后 我理应为她欢喜 心里却抑制不住地酸胀 后来 我知道了她离开之后的那些年 都是那个男生陪在她的身边 哦 那个男生叫陈喜 名气挺大的 据说是个顶级富二代 听我妈说 林维她爸也特别有钱 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 互相暗恋 最终喜结良缘 也算得上美谈了吧 四年多的空白 足以让我们变得陌生 校园很大 偶遇很难 可知道 她的消息并不难 家境优渥 长相出众的学生 总是会被特别关注的 校内网 表白强 她的照片随处可见 只是大多数 身边会有晨禧相伴 照片里的她 总是温温柔柔地笑着 温暖而又舒服 望向晨禧的目光中 总是盛着一弯秋水 我不得不承认 现在的她 举手投足间 皆是气质与自信 从她入学 到我毕业 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我始终远远地观望着 以暗恋者的身份 喜欢 并不是占有 看到她开心 我也 算了 我并没有多高兴 接到我妈电话时 我正整理完一系列的数据 电话那端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 儿子 你现在能回来吗 我生病了 她并不知道 她每次的体检报告 都会在第一时间 发送到我手机上 我要拆穿她时 她又告诉我 林薇回来了 现在就住在我的房间 她还特意强调 林薇好像心情不好 我沉吟片刻 跟她说我马上回去 专利申请已经通过 现在就等证书发放了 后续投入市场 收入应该可以配得上她了吧 我简单地收拾了一番 当天赶回了生我养我的 那个小乡镇 看到心心念念的姑娘 站在眼前 像是一场美丽的梦 我知道 我妈是想撮合我们 毕竟我都已经28了 却一直没有交往过女朋友 我能理解她的着急 但我没想到 她会把事做得那么狠 直接给自己安排了个绝症 我犹豫了很久 最终决定陪她演了这场戏 我知道 这么做有点卑鄙 那就让我用余生 好好补偿她吧 当你拱手相让 权力成全 对方却不知道珍惜时 爱也可以是掠夺 可我忘了 骗来的感情终究不会长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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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